埃马飓风对佛罗里达的重创触目惊心 被飓风刮倒的大树树根掀起一大片地皮 里面居然可以住人 当局的当务之急是像缺水缺电缺食物的灾民 赶快伸出援手 佛罗里达州西南方向的连串小岛受灾最为严重 四分之一的房屋被摧毁 另有六成以上的房屋遭到破坏 而在佛罗里达州北部 多个城市遭受红帽灾害 杰克逊维尔一个城市就从水中救出300多人 而大面积停电至少仍影响1500万人 在华盛顿驻美代表高说泰前往美国红十字总会 为哈维巨峰受害者捐赠50万美元的算款 虽然是这种小小的一个心理 可是代表我们整个我们政府跟我们两千三万的同胞 这个测影之心 台湾的一举受到美方的高度赞赏 中华民国政府除了向美国红十字总会捐款50万美金外 还向这次哈维巨峰的重灾区休斯顿市政府捐赠了30万美金 台湾的爱心受到美方的高度肯定 记者张国华 综艺庭 华盛顿报道